花莲县果菜批发市场拍卖场扩建工程 原地在109年的6月3号就能够完工 但是其中呢 却因为工程履约出现了多点的瑕疵 延宕计划执行进度 而花莲县议员郑乾隆等多位议员 在之前也特别到场来关心 希望建政府主管机关能够秉持着职权所在 督促相关单位尽早来排除问题 让工程早日完工 花莲县果菜批发市场拍卖场扩建工程 从107年7月30号动工 原定在109年6月3号就能完工 但其中却因工程履约出现多点瑕疵 延宕计划执行进度 让整体建筑闲置了三年还没办法使用 就是下大爷那以水会往这边流 那以水没有挡的话 水会跑到我们的拍卖场里面 那你刚才所讲的意思就是说 设计的过程应该我们里面要高一点外面低一点 现在营业上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在旧有的市场 拍卖场里面 整个的交通流量的管制会比较困难 空气方面整个的整理 整个的卖相 整个市场的形象上 都没办法一一去呈现 为此华联县议员 郑乾隆 邱光明 傅国渊 蔡依静 杨华美等多位议员 协同县府相关单位 在日前也特别到场会看 希望能独处工程 尽早排除问题 早日完工 那我们民意机关的立场是希望 那我们花东基金补助了那么多的钱 那闲事在这边 那是不是我们 请我们县府主管机关 能尽力的来了解 整个现场的状况怎么样 让我们的拍卖场 可以早日的来设置完成 让我们的果菜市场里面 承销商还有我们拍卖商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也让民众感受到 我们政府的施政的效力 还有我们建筑的完整性 拍卖场内整体建筑出现多处漏水 楼地板也有均烈的情形 更因为地势较低 每当下雨就容易出现 及盐水的情况 相关单位绞尽脑汁 就是希望能尽早解决问题 提供民众一个 更优质的采买环境 记者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